日本男生生夏至九 出道多年跨足影视歌三期 去年更来台为电影造势 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近日日本石川县 遭遇强症 灾情相当严重 导致全国陷入混乱 新幹線多条路段暂时停驶 让许多国外旅客感到恐慌无助 生夏至九在第一时间 透过社群网站上 转发了灾害防寒对策 并附上了英文翻译 让滞留在日本的海外旅客 可以获得一些帮助 文章建议将雨衣穿在内里层 可以达到很好的防寒效果 将暖暖包贴在肩膀 因为那里的血管比较厚 可以让身体更快变暖等 他的贴心举动以来 大批网友留言感谢 目前贴文更累计的700万人浏览 事实上山下自九 自2020年离开杰尼斯事务所后 逐渐转向国际市场 练就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力 积极开拓美国的演义机会 这次帮忙翻译重要资讯的举动 也让粉丝们纷纷大赞 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外国人 不愧是山批